还要关注德俄合资的北溪1号2号 9月底才出现了天然气外泄 而现在德国的基础建设再度被破坏 事件发生在工业大邦夏萨克森邦 而选举投票前一天 德国北部两处铁路的电缆被人蓄意的剪断 客货运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德国总理萧森领军的执政联盟 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得票率是下滑 而现在德国9月份高达10%的通舖 也为萧姿未来的执政再添隐忧 就在德国夏萨克森邦选举前一天 10月8日德国北部铁路运输几乎全部中断 近三小时 车站大厅与月台上挤满人 夏萨克森邦是德国汽车工业 能源设施和国防重镇 往来夏萨克森邦 柏林、汉堡甚至荷兰与丹麦的国际列车 都因这次揽线破坏而暂停 货物运输也中断 沉航医这里说 台上的汉堂片 人物在网站匆和别前辅为 我网站会可以跟他们来谈 尽 aver了 老人怎么在 尤其他人奉行 是禁证 å写的汉堡 往着 我来自行雨 往着 在汉堡渐务中断 在汉堡是 几乎难度水榜的汉堡 对电话 让我输入满料 他们在整个竖国上的汉堡 从北溪天然气管被炸 到国内铁路电缆遭破坏 德国国土安全敲响警钟 也将反映在德国第二大帮 夏萨克森邦10月9日的选举结果上 路透社报道 目前执政联盟的三个党派 肖子所属的中间偏左社民党 目前赢得33.4%的选票 绿党得票率则继续增长 逼近19% 但肖子所属的社民党得票率 比上届下降了3.5% 执政联盟中另一个自由民主党 得票率也下滑 连维持进入邦议会的门槛 5%得票率都岌岌可为 身兼德国财政部长的自由民主党党魁 还要面对通膨与能源短缺带来的压力 每年10月的柏林灯节 是全球知名的国际灯光艺术展会 今年在俄罗斯威胁下 整个欧洲都面临缺油缺电的冬天 柏林灯节依然闪亮亮登场 虽说号称减少75%电力 场地也从60个减少到35个 依然招致不少批评 因为在都会区之外 燃煤电厂重启 何能电厂延后退役 种种应急措施 都与绿党的环保理念背道而驰 却不得不为 德国9月份通膨率飙升至10% 再创乌恶开战以来的新高点 灯节看在取暖都成问题的民众眼中 有些匪夷所思 在盖尔森基辛 这个昔日的煤矿城市 民众好不容易接受 自己做了一辈子的行业是污染源 努力转型之余 新观念又要被现实打回从前 我看这些质运动 比较多的能量 在能量的能量 还没有这么严重 这些质运动 是很严重 我们必须有新的路由 如何熬过又贵又冷的今年冬天 保护基础建设不再遭到破坏 以及让民众信任度提升 是德国总理肖兹眼前的多重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